NBA出名记者沃神的报道,火箭已经将安德森和梅尔顿交易知太阳,换来奈特和克里斯。 火箭终于在今夏甩掉了安德森这个大包袱,而奈特和克里斯的到来,则是让火箭队的阵容更加合理和完善,为火箭新赛季冲击总冠军多增添了一份筹码,谁都知道。 火箭为了甩掉安德森这个大包袱,莫雷在今夏是煞费苦心,但是怎么安德森的垃圾合同在NBA早已人尽皆知,一直都没有球队愿意当接盘侠,安德森也就一直还是火箭队的人,随着新赛季的脚步寓意临近。 不少火箭球迷都已经不在对球队送走安德森报以希望时,认为安德森将会成为莫雷一生的败笔时,莫军是再次出手,让所有人见识到他超高的手段。 这一次莫雷用安德森换来奈特和克里斯,虽然现在还不敢说,这是一笔打砖特砖的交易,但至少这笔交易,休斯敦人肯定是占得了便宜,毕竟安德森早已失从, 新赛季也肯定不会在得安德森的轮化名单中,而克里斯和乃特的到来则是完全不同。 在今下火箭在封线上失去了阿里扎,巴默特两位大将,虽然球队很快引进了安德森,并且成功搞定了安德森,看上去火箭队的封线并没有多大的损失,但是在帮手和活力上,火箭封线明显比上赛季有所消滑,而现在来了克里斯, 这位场军可以贡献8.5分,4.8个篮板,投篮命重率为43.8%,3分球命,重率为30.9%的2016年8号秀,将会在气部席上,提供给火箭队更多的活力和能量。 至于乃特虽然未来两年将要从火箭队获得3000万美元的年金,看上去比起安德森的合同并没有好太多。 更何况,乃特上赛季,还因为遭遇现代自野的缘故,导致整个赛季包销,遭遇到如此重大伤病。 火箭还要引荐他同样是冒着巨大的风险。 但是回顾乃特职业生涯之前的表现,这位场军能够得到11分,2.2个篮板和2.4次助攻,投篮命重率为41.5%,3分球命重率为35.7%的后卫。 只要摆脱伤病,他将会成为火箭队后场值的信赖的后卫。 要知道受伤之前的那个赛季,耐特长军更是可以拿下19.6分5.1次助攻3.9个篮板的准全明星级别的数据。 如果不是耐特受到伤病影响,火箭根本不可能有机会从太阳队得到耐特,更何况受死的骆驼比马大。 就算上运之后的耐特回不到之前的状态,但是他依旧可以成为火箭队轮换阵容中一位特朴的后卫。 所有如果莫神报道了的消息属实,火箭队真的甩掉安倍森这个大包袱,无论怎么看就都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交易。 得到克里斯和耐特之后,新赛季的休斯多火箭队更加值得期待。